啊 我们讲就是说作为 呃 就是 要常备一个东西啊 常备 一个 一个一个工具 我的建议啊 我的建议 常备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是可以说是 比较安全的 比较安全的 啊 就是说这是个 就是个行动建议了 实际上这是个行动建议 啊 常备 请你就常备 然后请你就是说 在你的居住地 就在你常活动的地方 就是可以拿到的 拿到 拿到手用的 啊 就是 它是 我的建议啊 我很精准的一个建议 18伏的 然后是锂电池 锂电池的 然后比较安全 万用宝 它在 啊 二零一九年专利期过了之后 万用宝现在已经蛮便宜的了 啊 十八伏里电池万用宝 然后 啊 就是 它安全 因为它 它的 它就是正 左右这样震 震动的 它不是旋转 你用的 你用的那个角膜机是不安全的 角膜机不安全 不安全 啊 不安全 然后是锂电池 就是意味着你可以就 就是不插电使用 不插电使用 然后 就是明确的 我就明确告诉你的 然后这个 呃 我推荐的就是说 买那个 有好多牌子 你自己去看吧 在B站上 啊 啊 有 有有一个 就是这个 阿博主 他还介绍了 介绍了买哪个牌子 介绍了各个牌子的万用宝 当然最好的 牌子最好的 就是那个 范英的 范英 范英是一个德国的 还是奥地利的一个发明家 他的专利 就是范英的 万用宝就是范英发明的 就这个人叫范英 范英发明的 就是这个都 要把这个金属片不停的 不停的 这样震 锯片不停的震 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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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民用的 民用的 然后可以是高能级的 高能级的 然后可以切割 切割金属 呃 然后木头 然后他是 就是 他要万用宝 他那个泛用性很高 就是在不同条件 不同环境下都可以用 不同环境下 都好用 都好用 啊 而且 你如果买 就比如说 你一定要买18伏的 然后锂电池的 买那个 最最最好要买这个五安时以上的 五安时以上的 五安时以上的 啊 可以可以用久一点 我买我的电池都是十安时的 啊 但你可以去拼多多上去买那个 你要买电池啊 你去拼多多上 拼多多上 买这个 一定要挑准 他好评比较多的 好评多 但是呢 好评里面 不是那种买的好评 你要方便 这个好评也不是买的 而是真的是那种好的回头客的那种好评 回头客的好评 这个电池都是18650的那个电池 那个捆到一块去的啊 你你买的 比如说你买的一个这个 就博士的这个18伏的这个万用宝 他什么都可以用 你知道吗 他什么都可以用 他除了可以切割 而且是快速切割金属 可以快速 因为他18伏的功率是够的 可以快速切割金属 很快的 很快的 就可以把很粗的金属给他 给他切掉了 在紧急情况下他很有用 在紧急情况下这个东西很有用 It's very useful 它是很有用的东西 而且只要有一条缝 只要有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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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万用宝的锯片 他可以伸到那个缝里面去切 有缝就可以切 就可以切 他的功率大 就是说你一定要记住 呃 一般的就是民用工具 他不用电力或者不用那个气动的话 他的爆发力是很弱的 他的那个顺时功率是很弱的 你用人的体力什么跳棍什么 这都不行的 You know useless 甚至说那种什么 大的那种 他你说我弄个大的那个剪钢索的钳子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水一天到晚会带着吗 或者说那个东西的泛用性太低了 他不一定是那个东西 不一定是就一个一个铁你把它剪掉 他泛用性低 有的时候可能是好多木头 有的时候可能是好多好的塑料片什么什么 但是他这个这个东西呢 他泛用性很高 试用性很广 试用性很广 然后你平时这个东西呢 万用宝呢 平时加上那些磨盘 加磨盘可以用来打磨各种东西 可以用来打磨瓷砖打磨地板 然后可以用来除除胶 可以用来除胶 他的作用是很广泛的 你不会买了他之后觉得这个东西是个没用的东西 他还可以用来做手工做木工 做小的木工也可以做 万用宝还可以用来开开的开木槽 可以开的 他就是一个很泛用那个锯子 很有用的一个小锯子 但是他的效率是很高的 特别是如果你能买到范音 范音的很贵啊 很贵 不要买范音的 甚至就是说这个 博士的也很贵 博士的也很贵 那也不要买博士 那东城的他的性价比很高 但是他的那个功率 他的那个就是切钉子 人家有做了测试 切钉子的速度可能只有博士或者范音的 要花他的两倍时间 但这个两倍时间 如果你不是切好几根钉子 就是切一根钉子 或切一根铁丝 或者说切一根那个铁链 差不多 不会差10秒和20秒都差不多的 不影响的 明白吗 不影响的 啊有这么一个万用宝 行动者 我建议就是说啊 要有 然后这个锂电池 这锂电池的话是通用的 锂电池是通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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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要制度性的去调整 制度性调整 制度性调整 如果这些悲剧产生的原因 这个制度性的调整 是很长远的 要付出 或者你就要去找那个最强大的力量 你要需要一个强大的力量 啊比如说工农群众 无产纪纪 强大的力量来推动制度性的调整 你不能说指望着一群小自然纪纪 指望着一群这种啊 小生产者啊 他都是或者民族自然纪 他都是依附性的弱小的 要找一个强大的力量 推动制度性的调整 那才最终克服畏惧 那么这个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 他非一朝一夕 啊非一朝一夕的 非一朝一夕的工作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那对于我们来说的就是说 你现实的要直接的说 避免这样的悲剧 那就要提高你的能力啊 提高你的这个提高能力 这就是对于我们行动者本身 行动者本身啊 要提高这个能力 其他说什么都虚的 没有意义 说什么都虚 这个东西就是说 我们要从根源上解决的话 就是要制度性的调整 推动制度性的调整 推动制度性的调整 推动制度性调整 要有社会话语的权重 那一定是要有一个强大的力量 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于人民群众 归根基地在于劳工大众 在于劳动者 在于劳动者 而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制度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力量 因为中国的所有的经济文明政治文明文化 上层建筑都是由这么一个强大的劳工群众的力量所创造的 那么说安全 安全 安全 安全意识 安全意识 你首先你就要最终你要就要提高这个劳工群众的安全意识 以及他的比如说住住住权 住所权 住所当中的决定权 决策权 民主权利 这些首先我们要说要保障劳工群众的居住权 他在住所当中的这个啊 住所当中的自治权 住所当中的行动自由 首先要保障劳动群众 这是根本 我们共同体的根本 所有的权利 只有在劳工群众 一线的产业工人 劳工群众身上能够得到完整的兑现 才能在我们整个共同体上 所有各个社会圈层 不同阶级的成员 他才能兑现 如果劳动大众身上的 如果一线无产阶级工人群众身上的这个不能够制度化的去保障他们的种种权益的话 居住权 在住所的这个自由活动权力 自治权 民主权力不能够保障的话 那么其他的社会阶层 小自然阶级大自然阶级 其他的社会文化经营什么这些人的所有的这些权力都是无根之木 无源之水 那么归根阶级要摆脱这样的悲剧说穿了就是要使得劳动群众 因为你说在工厂内的居住环境在宿舍里面居住环境他里面的安全隐患 不会比他少 只会比他多 这里面对于这个居住在住宿宿舍去急速区的那些无产阶级对于他们的这个住所当中的自由权 住所他们的自决权住所当中的这个这个民主权的保障 因为只会更令人堪忧状况只会更令人堪忧不会说更优于这些小自然阶级或者说这些啊普通人啊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呢有有的可能是就是普通的市民小生产者也有的也是无产阶级大众了 对不对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要推动那样的产生一个变化你不能光是小自然阶级内部或者小市民内部或小妇人内部啊不能就是你就网络上这些 而是要不也不是宽泛的说在全民当中归根结底归根结底首要的最重要的直接的 懂了直接的要叫劳工群众绝大部分人口的劳动劳动者非寄生性的人口啊非寄生性的人口非通过这个资本主义这个产业 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的方式来啊所发家支付的这些博学者吸血者首先要 而依赖这些人口 他们形成政策共识形成这个社会性的对于这个政策推动落实的共识啊共同的这个意志 才能够持久的稳固的去保证这样的制度制度性的防范措施能够一直落实在那边 不受一些啊不受一些啊不受一些啊错误的影响啊不受一些哎不受一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腐化堕落的一些决策啊手段所导致的这些错误的影响啊好吧这些话我我就我就有点像给你们这些小小小生产生什么交集一样说这些话呢 那我就敬意我的在这个平台的这个义我把这话也说了那我就讲的就是对于行动者来说你常备家中常备万用宝好吧 家中常备万用宝 这个万用宝可以给你干不少活的啊可以干不少活的啊你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要去给人家修个什么东西的要拆个什么东西的都挺有用的万用宝不仅万用宝我觉得说你有那个电池这个其实电池挺贵的有了这个电池之后你还可以搞一个这个电电锤你可以搞电锤三合一电锤 他又是电锤又是充机锤三合一电锤充机锤电锤 他光是转的话就电锤啊光是这个钻的时候加加上冲的话又是充机转光是头头头头头是个电锤三合一电锤挺有用的啊 十八啊就是十八伏呃十我我你五安时以上的这个电池挺贵的挺贵的我买十八伏十安时的要两百多块钱 两百加两百多块钱一个电池 家中常备此二物就很屌了 我加起来一两千块钱呗但是可以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其实可以给你省不少钱的你什么东西都不需要请人去做可以给懒不少活还可以去干活的 这个因为我我直接的也告诉你的长远的也告诉你的你说中间地在让我去道德绑架谁是谁或者我去哇操我去他妈冲塔或者怎么样这些事我不干的 这干什么你你到底想要追求现实的改变还是就是要义愤前意的发现你心中的不满 你要如果只是义愤前意发现你心中的不满这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啊你不能让悲剧不重演啊你直接的现实的悲剧不重演那你自己要有一些应对的一些工具方法提高意识长远的要让这些悲剧不重演我说了中国最终的我认为一切根本的政策的一个推动力量它推动力量来自于我们强大的劳动者来自于工农大众 他们的生活权他们的这个所谓在啊他们当然被市民社会所排挤啊只能租房子住好多没有自己的住房的只能住在宿舍里面啊 或者就算有住房的话他这个在住房当中也是这种你看这个这么高层的当中应该也很多劳动大众了劳苦大众了 那劳苦大众的话他规跟这里要凝聚意志凝聚意志来推动啊政策的一个调整 推动在住所当中的自治权自觉权行动自由啊安全保障 这东西呢只有当他在劳动大众当中在他物质力量生产者实现者啊 直接的物质劳动的承身承担者的内心深入成为一个共识 他才能成为一个稳固的政策不受不受这些 错误的基层执行者或者说是偏离其政策目的啊 政策方向的一些啊一线执行者 以及错误政策制定者或者有其偏私的利益的 有些复发堕落的一些利益意图的这些政策制定者的影响 才能去贯彻真正的贯彻一个社会主义的意图维护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些都是光明化场面化 我没有举哪个具体的例子啊 我没有寒沙摄影讲哪个具体的现实 我只是说普遍而言 普遍而言 普遍而言 当工人住在急速楼里面他的居住的这个自由 在居住环境当中人身自由人身安全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的话 那么小赞人业绩或者说普通的劳动者 所谓的普通人他住在那些住宅区里面 这东西同样得不到保障 因为他没有实现根本性的社会共识 这社会共识并不是从真正的社会物质性力量生产者的切身力当中被生产出来的 所以不要抱怨什么基层政府或者不要抱怨 这都是这些都是后面的东西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就是说那现在依然有多少亿的 多少亿啊大哥 这个单位是亿啊 多少亿的劳动者他的居住自由 没有办法得到保障 居住安全 居住环境当中人身安全 人身权益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彻底的完整的保障 那我们我们的发言就是说我们要提高整个劳动者 劳苦大众的他的居住权居住权实现的状况要提高他 对不对 不要空泛的去做一个市政学或者行政学啊 或者说秘密宫廷派系斗争啊 这阴谋论啊 行政学市政学或者说道德道德层面的这些这些 这些批判没有意义的 他不能推动政策的长远的就是或者说执行方式的长远的一个改变 根本性的一个转变不能推动的 我们要着眼在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或者不价学的基本单元上 就是个别的劳动者个别的 你作为一个一整个群体的无占基地他的居住的自由居住环境当中人身权益得到一个恰当的保障 那才就整个社会这个道理不需要反驳跟你讲的吧 啊我就我不想反驳讲这个道理的 那反正这个道理我给你讲清楚了 你们这些小自然业绩小自然业绩子弟 或者说还对有市政学的行政学层面的一些改变 或者单纯政治层面的一些浪步 这东西都没用的你知道吗 Useless 这东西你再怎么搞大老爷赏你的 或者你最幻想的某个大老爷他应当赏你 根本而言是应当劳动者在一线的生产生活 生活尤其生活过程当中 他就要去坚定的去维持住 形成全社会的根本的兜底性的一个共识 那你普通人你所谓的一个普通人 无论你是劳工子弟还是你是小自然业绩子弟 你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才能向社会管理层 一线执行人员说 这是我的天经地义的绝对不能动摇的我居住环境当中的我的 我的自己的人生安全的一个保障 一些兜底性的这种你绝对不能碰的 他就有绝对性 他是一个社会共识 任何一个人都会承认他的绝对性 他不会被市政学行政学 市政要求行政要求 或者说一些你们幻想的那些政治派系利益 是斗争这些东西所扭准 如果你头脑还在停留在市政学行政学派系斗争利益 阴谋论或者说个人道德这些层面 或者说一个什么刑事案件这些层面 你还在停留在这个层面 不愿意抵达我所说的那个基本单元的环节 那你你无论在这里吹动多大的所谓口号的宣扬 或者说运动式的一些整改都没有用 都没有用 那你或者说你你你的头脑认为主宰性的力量 还是存在在这些位面 那你的头脑还是跪拜的 你还是想要一个主子来决定你的命运 我们的观点就是说 你归根据你就是要在政治经济的基本单元 一线劳动者生产者他的生活生产条件当中 他的安全性 他的人生安全的保障 必须要做到一个根本的兜底 这种兜底性的这些制度 兜底性的这些措施是不容侵犯的 不容任何人打着市政学行政学 政治派系利益或者阴谋论的 或者说道德的 或者说法律责任什么这些屌东西 这些冲突是不容去指摘 不容去侵犯践踏的 就在最根本层面做到这一点 后面这些东西他才能够不扭曲 不扭转 不肆意去取消这些基本单元 基本层面当中的这些保保障性的措施 了解吗 否则你还停留在那个东西 那停留在你还停留在那些层面 那些层面当中的借口理由依据 就能够取消这个最根本的保障 因为你脑子 你现在的脑子还停留在这些层面 你自己还是在停留在一个 主子跟你做主的一个层面 了解了吧 我希望你们这些小孩 我在你们这些小孩 我希望你们面对这些悲剧性的现实当中 悲剧性的突发真心的现实当中 你要更要去考虑 长远而言 根本而言 直接而言 都应当继续去推动 在一线生产生活的劳动者的 他的根本权益 他的根本利益 这些根本权益 根本利益得到一个提升 得到一个推动的之后 附带着整个社会成员呢 他的这些根本利益 根本权益 才能够得到一个 同样的保障 懂得吧 所以我说公益是最大的公益 我们在这个项目 意味着 工人群众 劳工群众 他根本利益是给公众 一般而言 普通而言的公众的根本利益 是兜底的 如果劳工群众 他的这些根本利益 无时无刻 不再受到侵犯 或者不再受到 不是过不再受到那些层面 经济利益考量 行政考量 市政考量 派系利益考量 阴谋论考量 道德考量 面子考量 你把嘴 嘴巴上的这些考量 无时无刻 在受到这些东西的扭曲的话 那么同样 公共利益的这些种种层面 都会受到这些东西的扭曲 因为公共利益是长出来的是从公共群众的一线物质生产劳动者 或者公共利益不就是从所有人的物质性的劳动当中 实打实的劳动生产活动当中才产生出的你其他的这个 一系列的利益吗 才生产出的你其他的一系列的身份 小资产者 土地出租 房屋出租者 什么什么什么 知识精英 文化精英 这些一系列的身份不是从这里面生产出来的吗 你这个东西都这里都不能保证 你这里能保证个屁 也就怪了 真是的 你搞笑吗 好吧 那就讲到这里 那讲这里 面对悲剧呢 我们都是有一个沉痛的一个一个一个心情 一个状态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迷失就不知道路往哪走了 这个路就是这条路 没有其他路 没有其他路的呀 好吧 那就讲到这边